大家好 今天又要跟各位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今天要分享的 這個物品 它也是EDC 是我蠻喜歡的一個商品 那我們從這個盒子上面看起來 可能 有部分對EDC有了解的人們 看到了這個膠帶上面寫的NICOR 大概就知道這裡面可能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我今天 的這個廠牌 並不是NICOR 是另外一個廠牌 是這個NICOR的油牌 那不過 都是做類似的商品 所以說隱約的從這個箱子上面 的一些訊息 已經可以猜到這裡面是什麼樣的內容 那這件商品是從淘寶網買的 那我是在9月9號購物節的時候買 所以說蠻便宜的啦 比台灣買便宜很多很多 我幾乎是台灣的價錢的二分之一 那這一個商品的話 這次是買到便宜的 那雖然等待的時間有點長 9月9號到現在 今天都22號了 剛剛過完中秋節 我才拿到 那這也是在大陸買的時候 小小的代價 那這邊還有提到 你還有一箱方便麵帶抽取 所以說還可以抽方便麵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寄到台灣來就是 好 那我們就來好好的打開它 那我們今天一樣 準備了一些道具 那這些也是一些EDC 等一下都會一一的 當作配角 跟各位說明 我們要錄一段影片 其實也是大費周章 當然要想一些Round Down 想一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不只是商品本身 還有一些在EDC上面的觀念 好那我一樣的 用前陣子開箱的這一個瑞士刀 來開這個箱子 那這一個瑞士刀 它是Mini小冠軍 MiniChamp MiniChamp Alapse Alapse 綠兵版的 這一個泡泡袋 就是一個泡泡袋 就是一個泡泡袋 好 好 這一個商品的話 它已經 看到羅善真面目了 它是Lumintub Lumintub 我們中文的話 給它一個很可愛的商標名 叫雷明兔 Lumintub 雷明兔 它是EDC Flashlight 就是EDC 隨身會攜帶的手電筒 Flashlight 那它的型號是EDC PIMI 那我們看到它盒子上面寫些什麼 Lumintub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它是 有地址 深圳 其實它這也是大陸做的 好 那這一個商品的話 它是一個蠻知名的EDC 我們在EDC界 它算是一個很知名的商品 那 事不宜遲 我們趕快打開它 那我既然說它是一個知名的EDC 想必它體積是比較小的 那理所當然 因為我們EDC如果說不夠小巧的話 沒有辦法隨身攜帶 那怎麼叫做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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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商品是蠻簡無便的商品 所以不需要這手說明書 深圳製造的 然後這裡面的話會有一個 這是一個膠圈 這是一個預備的膠圈 那當然這一個商品的話它防水等級還是有的 IP8X 我等一下看一下它的說明書 省得資訊給錯了 IP68 這個寫到 它的防水等級是IP68 它防掉落是1米 它的射程是15米 60個坎德拉 坦白說不是頂好的 然後它一樣有兩種燈泡可以選 有NICHIA跟CLI CLI CLI的話是100流明 NICHIA是60流明 當然 不過這個商品的話 等一下好好跟各位介紹 那我這次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用NICHIA的版本 各位之前可能有看過 這一個手電筒的開箱 它是ROVIMON A8X 那這一個手電筒我也是選 NICHIA的主燈的版本 NICHIA的特色就是它的顯色率很高 我對色彩是比較要求啦 對亮度倒是還好 因為我們眼睛對亮度會習慣 所以說你再亮的話一下子 你眼睛習慣亮度以後 差個幾十流明 其實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 但是顏色性就差很多 沒有顏色就是沒有顏色的 那這一個手電筒的話 它當然是很迷你 它是用10180鋰電池來供電 也就是說它是可換電池的 它可以更換電池 那可以更換電池的話好處多 我們可以隨身攜帶一個電池 不過我說實在話 EDC沒有人就帶電池的 因為我們就希望它好攜帶 不會再額外帶一個電池 那10180也是一個 鋰電池最小的體積了 它整個包裝打開了 盒子打開以後的話 它的配件就是 說明書一個 然後主體 那這主體是密封在 這個袋子裡面的 那袋子裡面的話 是完全的抽真空的 真空包裝的 那還有一個膠圈 備用膠圈 那有一個 聊勝於武的 Micro USB充電線 那有一個充電器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 那充電器怎麼用 充電器長這樣子 這個就是充電器 它的充電器 好很好 那我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啦 沒有東西了 就這樣子 這個包裝 還可以啦 還可以 對 那它所有的 組成 包裝裡面的組成 就是長這樣子 就這些 好 那你可能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它這一個商品 要包裝在密封袋裡面 好 因為它是黃銅 黃銅材質 所以說 它很兼顧耐用啦 再來是說這個銅的材質 遇到空氣會氧化 所以說我們經過使用之後的話 它未來不會這麼的亮晶晶 它會有一點那種帶著銅鏽 的質感 其實那質感也不錯啦 它就是一個 歷經蒼蒼的感覺 其實很 滿有 很有古樸的味道 而且每個人 的黃銅製品 在身上以後 它的顏色都會獨一無二 每個人氧化的程度 跟氧外波位 氧化的波位都不一樣的 好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袋子 給拆開 然後跟各位來說明一下 這個商品的特色 那我一樣還是用 這個很熟悉的工具 來看一下 我要剪刀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大概兩個禮拜前 有做這一個 瑞士刀 的開箱 大家可以去看影片 在我的頻道裡面 那我就把它打開了 好 那這個商品的話 我們就這樣子打開了 它有帶一個 這是擦拭布 還是擦拭紙 3A 這應該是一個擦拭紙 它可能要讓我們擦拭這個 手電筒用的 好 那我們已經把它打開了 它體積真的很小 非常的小巧 那我們上次的話 很多人會問說 小巧有多小巧 我就拿一個錢幣 做比利詞 這是十元硬幣 大家應該知道 那如果說有 花語世界其他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還是中國大陸的朋友們 你可以知道 這個是台灣的錢幣 這是十塊錢 所以說我用台灣的錢幣 來做比利詞 它的Size就是這樣 很小巧吧 跟十塊錢硬幣差不多 那它的厚度 也是這樣 跟五十塊硬幣的直徑幾乎是一樣的 很小 其實東西要到這麼小 才有辦法攜帶 那我之前拿 開箱的這一個 Rovivon A8X 它已經很小巧了 但是呢 這個今天要開箱的 Lumint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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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再更小一點 EDCPmm 它再更小 Lumintub 它再更小 Lumintub 那它的開關的話 是用轉的 因為我剛開箱 我不知道它這個 有沒有充電 有沒有電 唉呀 沒有電耶 我記得它的開關是用轉的 沒有電 沒有電 這就是我 跟大家一起開箱 把箱子打開的缺點 就是 我沒有辦法確保這商品 一打開的時候是有電的 那沒關係 我拆解這個商品給大家看一下 你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從裡面可以 唉唷 哇 我知道了 它其實有電 它其實有電 它只是把電池 加了一個電片在底座 在底部 它避免在 寄送的過程裡面 發生危險 漏電 或者是說 燃燒 等等的危險 所以說 它這邊做了一個電片 然後呢 也確保這個電池 不會一直在放電的狀態 那這裡面的話就一顆 10180的電池 那10180的鋰電池 它是很小巧的鋰電池 相當小巧 我跟你講有多小巧 我們拿5塊錢硬幣 這是5元硬幣喔 剛剛那是10元硬幣 這5元的 這麼小 10元硬幣的話長這樣子 所以算很小 那它這個容量的話是80個毫安時 80毫安時 那我們知道10180的電池 我們買了到100毫安時的 所以說 我們剛剛有講到 它的這個放電時間 其實不是很準確啦 它也是according to 你的這個電池容量 那如果說是100毫安時的時候 它可以持續量摺的時間 會再更長一些 好 那這時候的話 有啦 這樣就亮了 這沒問題的 好 那它的這個開關的設計的話 是用旋轉的 而且 它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什麼叫什麼設計呢 你看 我剛剛是不是啊 一路重量 我把它轉鬆了 鬆開了之後的話 它是亮的 然後我把它轉緊了以後呢 它是暗的 也就是說 它確保在我們轉緊的時候 我們在收納的時候的話 它頭不會掉了 好 如果說你反過來的話 轉緊的時候亮 那轉鬆的時候的話 關 我們有可能會失去了這個頭 我不自知 所以說 那我們這個 轉緊的時候關 轉鬆的時候開了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設計 那我們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是一個66明 66明的亮度 那我把燈關掉給大家看一下 66明的亮度 是這個樣子 其實是非常足夠啦 是非常足夠的狀態 以EDC來說啦 好 以EDC來說 那當然啦 我們如果說要跟我之前 這個 Rovivor 來比的話 它當然是按了一些 因為這是三百六明的 這是六十六明 很明顯有差別啦 好 不過 我們有時候的話 不是這樣子在 衡量一個商品的好壞 不是光從亮度去衡量它 如果說要從亮度去衡量它的話 我同樣的這個價錢 我可以買到 一千六明的手電筒 是絕對沒問題的 它反倒是 它價格還算有點貴 因為一來是它的銅身是 銅材質 有關係啦 另外一方面的話 它做得很小巧 我們都知道 EDC界 東西越小是越貴 所以說沒有人在比亮度了 亮度也不過就是這顆LED LED沒有多少錢 對 那 一個商品的話 要能夠帶著 要做到好攜帶 才是重點 那至於說它的亮度的話 那是次要啦 怎麼說你知道 哇 很常提到的 我們既然要玩EDC 就是要成為一個 always prepared always be prepared 所以說任何的商品 只要不在身邊 功能再大都沒有用 它只要不在身邊 它就是零 所以說你要能夠帶 我們才能夠去談它的效能 所以說攜帶性是EDC裡面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順道跟各位提一下 我在EDC的時候使用上面的一些觀念 好 在講觀念之前的話 我也忘了露了介紹 這個充電器 這充電器要怎麼使用呢 因為我在買之前的話 當然是有設備一下這個商品 對 那我們把這個燈泡頭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的話 我們會把 這個是一個充電器 我會把充電器裝上去 充電器的話 它有一個保護頭 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的話 把這一端 這一端鎖上去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 我是不是買到紅銅的版本 因為這裡面才是黃銅 可是我記得我是買黃銅的 不過這沒關係啦 不要剪 紅銅黃銅倒是無所謂 不過我印象中 這個是黃銅版本沒有抽 如果說以商品介紹來說的話 然後這時候 它就是一個充電器 充電器把它裝在 電池的上緣 把它呢 跟燈泡做替換 那你就可以把它充電 那充電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是用這條充電線 Micro USB的 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線來取代它 你帶身上的 那個 行動電源 是帶著什麼線 你就用什麼線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子把它 插上去我們行動電源 這個行動電源也值得推薦 然後它非常小巧 然後有五萬個毫安時 好那我們就這樣子把它插上去之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就變紅色 那紅色的意思是說 它在充電中 等到它完全充滿的時候 會變成綠色 是這個樣子 那這是它的充電的機制 蠻不錯的 其實我能夠明白 它為什麼要將這個充電頭 另外做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 手電筒的話 它的這個充電器 是裝在手電筒的內部的 你就把它懸開了以後呢 會露出一個充電孔出來 然後懸緊了以後 這充電孔會包在這裡面 包在燈泡的內源 但是這樣子的話會怎麼樣 會使得你整個手電筒的體積變大 反倒是這種充電頭是可以分開的 這種才有機會將這個 手電筒做得很小巧 我先把它拆掉 先把它拆掉 這條線我先把它拆掉 我等一下的話 再慢慢充 你看 這個充電頭的話 你只要在家裡面充電就好嘛 你不需要隨身帶著 所以說它盡可能呢 是將整個手電筒的體積縮到最小 它的設計的理念就是這樣子 它讓手電筒本身是越小越好 不必要的東西不要帶在身上 這是一個EDC的邏輯 好 那我後面的話 花一點時間了 跟各位分享一下EDC的觀念 那我們以往的話 帶東西都會希望能夠 越帶越齊全越好 像這樣 這個東西的話 叫Lesserman Plus TTI Charge Plus TTI 那這個商品的話 當然是非常powerful 但是我們不可能把它帶在身上 因為它有點重 而且有點體積 當然你真的要帶它的話 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說 我說實在話啦 你帶它的話 帶一次、帶兩次、帶一個月 我都相信 你說要帶它一整年 我是覺得有點懷疑 那我們最好的EDC的話 是希望能夠一直帶著它 因為它就是要不時之需用的嘛 你沒有每天帶著它的話 怎麼叫EDC呢 而且你帶著它的話 必須要沒有負擔 所以說我們以往的話 都會很希望說 能夠帶著 像這樣的商品 產品 在身上 就帶著 帶著它 帶在身上 這樣子 對 我們可能還會帶一些充電線 然後呢 我們會帶這個 這個什麼呢 隨身寶 這個是 行動電源應急用的 這個也不錯 這是一個很好的充電器 對 我們可能會帶這樣子 那事實上 一個好的EDC的玩家 是要 越懂得精簡才是越好的 所以說 我們盡量的話 都能夠讓他 在身邊帶的東西 越少越好 那所以說 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拿掉了 我們就拿掉 這東西的話 我們盡量 不需要帶在身上 因為來說的話 也蠻負擔的 那這個就更不用講了 最後你就不會帶它 所以說 要懂得精簡 懂得許捨 才是一個好的EDC玩家 所以說 我們到最後的話 大概身上就只會帶一兩樣東西 而已 這個東西也拿掉 我們大概會帶的話 就是 一個 手電筒 手電筒的話 你可能有兩個選擇 你可能可以帶它 或帶它 這個都還是可以勉強帶在身上的一個體積 然後呢 在隨身的工具的部分的話 我以往的話 都會帶著 Lesserman的Squiet PS4 然後 我現在的話 慢慢的轉向 這個 Rory Nuss 瑞士刀的 Mini Tramp的這個 選擇了 因為它 他們都很小 這是10塊錢硬幣 都很小 但是 相對的 瑞士刀還是比較輕一些 這個Lesserman的話 我就相對的比較少帶了 因為它重量稍微比較重 但我說實在 你如果說真的要的話 不管我選的話 這兩個工具前的話 我會用哪一個 我還是會偏向使用 Lesserman Squiet PS4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強壯 比較耐用 那這一個 Vorinux 說實在話的話 它有點重看不重用 它沒有那麼的強 堅強 但是它的特色就是好攜帶 說實在我們在EDC的時候 也不是要很 Heavy Duty 去用它 我們只是說 能夠在應急的時候 有一個刀子 有一個鉗子 或者說我們有一個夾子 有一個剪刀 有一個開箱刀 這樣子而已 或者說有一個起子 或者是說我們要開一個飲料 能夠有一個開罐器 就這樣而已 所以說 懂得精簡的話 才是一個好的EDC User 那我到最後的話 最精簡的EDC 我大概就會只會帶這兩樣 這就是我最精簡的帶法 那如果說你問我 這兩個 這兩個最精簡的一個EDC 我還要再做取捨 我還要再捨掉一件的話 我會捨掉哪一件 我還是 我最後我會留燈 好 我會留燈 為什麼 我說明一下為什麼 前陣子有一個朋友 他問我說 他想要送一個EDC 給他的當作禮物 然後他是一個EDC入門的玩家 想要從最基本的EDC開始 我的推薦就是燈 燈是最棒的EDC 而且是最Essential 最基本 最基本 最精簡 那我們為什麼呢 眼睛視覺的部分 還有聽覺 還有說話 有時候我們會帶哨子 假設你要像遠處的人 發出聲音的時候 我們會帶哨子 所以哨子也會是一個很好的EDC 如果說你今天要我帶在身上的話 工具跟哨子跟燈的話 我寧可選哨子跟趙明 這個Multi Tour Multi Tour 反而還是次要 它的排序還是在後面 為什麼 我們一切的感官 你看不見所有東西都沒責 你知道嗎 我們要用工具 是在看得到的情況下 我們才有工具 這樣子的一個派上用場的機會 你連看都看不到了 你還要談什麼工具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在黑暗的時候 什麼都看不到的時候 工具都沒有派上用場的時候 我們連雙手都沒辦法用了 因為視覺看不到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沒談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重要的是 黑暗是充滿危險的 你眼睛看不到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態 你有可能頭會去撞到 你有可能腳會踢到異物 你可能跌倒 你有可能摔到洞裡面 所以說 我們在外面如果說 要帶一個非常的有用 而且關係到我們的安全的EDC的話 照明永遠都是第一優先的 那在這次要的話 我們會帶哨子 那我過一陣子的話 會跟各位分享另外一支哨子 也是Nikor 也是我們剛剛那個紙箱的那個品牌 他所做的一個哨子 我下次會跟各位分享 Nikor 前請提要一下 先預告一下 那 照明第一優先 第20哨子 第三的話才是Multi-Tool 這是Multi-Tool 所以說 這是這樣子排序下來的 所以說照明很重要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就實際的到外面 去跟各位演示一下 這一個手電筒 它的亮度 以及它跟這個Volvivo A8X 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以往會用到的手電筒 是長這個樣子 不過這個東西的話就不要了 這已經是過時的產品了 它是用三號電池的 不過這個東西的話已經不切實際了 因為它的體積差這麼多 我們不可能帶這個東西出門的 好 來 我們接下來的話就到戶外 去實際使用看看 那我們 這是 家裡面的院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燈 今天的Lumintub Lumint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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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CP Pimi Pimi 它的亮度是長什麼樣子 它就像這樣子 它就像這樣子 遮掉 遮掉 放開 遮掉 放開 它就是有一個照明的效果 其實你要說實在話的 以一個隨身工具來說的話 它也不算差了 它的亮度 還有它的光韻 它光韻其實很均勻 你可以看到它光韻非常均勻 對 那它的照明的程度的話 是像這個樣子 那這是 60個流明 那它可以持續使用超過半個小時 那半個小時之後的話 它會轉為8流明 它會用一個最基礎的亮度 再持續3個小時 所以說 我們在外的話 其實3個小時 已經足夠讓我們回到家裡了 所以 它也算是一個 還堪用的一個產品 然後最重要是 它夠小 它能夠帶在身邊 那我們再比較一下Romimon 這個先把它關掉 Romimon的特色的話 是說 它 它是300流明 它一定是比較亮的 它亮度一定會比剛剛的 66米還要亮一些 對 那而且它是有 不同的 它有不同的亮度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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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性供模式 這是性供模式 月供模式 再亮一點 那這個也是到260流明 最亮的是到300流明 它有三個模式可以選擇 性供模式 月供模式 這個大概是2流明 3流明左右吧 對 那再亮一點的話 這已經到100流明 100多啦 120幾流明左右 然後這260流明 最終的話 是一個300流明 對 你整個比起來的話 當然 雷明2 1DCP米當然是 比較差啦 亮度沒有那麼高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 如果說你關掉的時候 它還有一些螢光的效果 可以讓你在按錯的時候 更容易找到它 我們現在手上拿的是 雷明2 1DCP米 那它66米的亮度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還滿滿意這個商品 因為它的這個光暈的話 範圍還滿合適的 它把所有的照度的話 集中在特定的範圍內 它就是一個手電筒的一個方式 再提供照明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對 而且它非常好攜帶 它攜帶起來是完全沒有負擔的 對 那我們在 戶外的時候 需要照明的時候 就會是這個樣子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個地方了 Lumintub EDCP米 手電筒 推薦給大家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是的 謝謝 謝謝